想想 天王 天王一句话 我能不赦免他的死罪吗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洪秀全 为了享受生活 竟然令人建造了一个 长宽军达八尺的大床 究竟他要这张大床有何用途 据说他后来十一年 都没再出过天王府 这是否是真实的呢 洪秀全是我国近代历史上 实行农民运动一个 积极探索的小农阶级领导者 他认为自己 凭借着阅读了一些基督教义 并可以对农民运动举手画脚 并且认为农民运动的根本在于 让老百姓一起参与 反对革命的势力就可以 可是他却忽略了一点 农民革命更多的是 根治于老百姓的意愿 他虽然动员了老百姓 推翻了部分清政府的统治 可后期他的腐败无能 依旧让老百姓走入了深渊 洪秀全带领了自己的起义军队 一路到了南京之后便止步不前 他认为这一时期 他已经做到了帮老百姓 托尼长并且将他们 从水深火热之中被解救出来 这时的洪秀全觉得自己 就是像救世主一样的存在 只有这样的救赎 才能够让老百姓们 真正意义上帝过上幸福生活 可是洪秀全丝毫没有注意到 他这样贪图享受的生活 和清政府对老百姓的压榨一模一样 根本没有改变老百姓的本质生活 他在修建天王府的时候 就命人给他建造一个特别的宫殿 宫殿当中要求摆放一个 长宽均达八尺的大床 这张床案现在的尺寸来说 也是一张将近三米的巨型大床 因此洪秀全完全就是 为了享受生活才做的 洪秀全打造巨型大床房之后 便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 这时的天王府内还没有装修完成 洪秀全为了加快进度 于是他招募了一大批女兵 让他们进入到天王府内进行修缮工作 由于洪秀全觉得天王府内 不允许有任何男人出现 因此所有的脏活累活 都是由这些女人去负责 这些女人多半都是曾经和洪秀全出生 录死以及参与义和团运动的 一些女性士兵 他们能够吃得了苦 但是在洪秀全的压榨之下 很多人也愈发疲惫 不仅如此 洪秀全还不断地压榨他们的劳动力 甚至是要求他们白天干活 晚上陪自己一夜春晓 而且洪秀全除了压榨 在太平天国里面的女人之外 他还会广泛地招募美女 让这些美女来伺候自己 当时很多的土豪 都愿意把自家的女儿送给洪秀全 而洪秀全挑选美女 也是有着自己的一套心得 他要求年龄未满18岁的妙龄少女 而且每一个都必须是黄花大闺女 更重要的是 所有女孩的身份验证 必须由洪秀全亲自 进行检 检验的方法可想而知 洪秀全认为只有自己挑剩下的女孩 才有资格成为别人的妻子 否则所有的美女都得成为自己的宠建 难道你真的要让我去伺候天王呢 由于洪秀全在太平天国 运动时期招募太多的美女 以至于后来天王府当中女性泛滥成灾 很多女人压根就没有所谓的名字 大多都是使用代号 有的人则直接用数字 去安排在天府内的生活 洪秀全会按照不同的等级 给他们进行分类 能够得到洪秀全宠爱的人 才有资格拿到赏赐 否则就只能跟其他人一起去干粗活累活 因此洪秀全为了能够更好地折腾这些女人 他要求所有女人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自己 其实洪秀全之所以能够牢牢地拿捏这些女人 是因为他有一套专门的手段去对付这些女人 只要谁不听话就会遭受洪 全的一顿打骂 谁要是不走心了 洪秀全也不会给他们好脸色 洪秀全有着严重的家暴倾向 几乎每个美女都会受到他的一两顿毒打 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眼神飘忽不定而被打一顿 有的时候则是说错了话被打一顿 总之洪秀全就像一个冲动的野兽一样 随时都会对人发起攻击 洪秀全的所作作为严重地引起了天怒人怨 假使原本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有着非常深的怨言 随后清政府趁着洪秀全懈怠的机会 一举攻入南京地区 将其全部绞杀 至于天王府内的这些女人 则全部沦落为了妓女 被众人玩弄 其实这些女人也知道自己的人生 可能就这样凄惨地度过了 但是她们又能怎样呢